取分三种自我状态的线索,要了解他人正处于什么样的自我状态,可以考虑以下线索,一言语线索,一,控制型父母自我状态,CP,你应该,你必须,不许和陌生人说话,长辈站着时,你不许坐着,吃饭时不许出声,你怎么那么笨,你真没出息,二,营养型父母自我状态,NP,你真乖,你乖,你要听话,这样真是好孩子,我来为你做, 三,成人自我状态,A,我认为,我再考虑一下,我的观点是,让我想一想,可能,也许,四是应勤儿童自我状态,AC,是,爸爸,是,妈妈,这样可以吗?或者相反,反叛型儿童自我状态,我不干,我就要,为什么不,我不管,五自由型儿童自我状态,FC,真爽,我真高兴,太好玩了,我就喜欢这样, 二,肥炎与线索,一,控制型父母自我状态,CP,表情认真严肃,皱眉,指手画脚,不耐烦,叹气,指指点点,紧张,二,营养型父母自我状态,NP,表情温和,关爱,行事周到,细心,耐心,喜欢关心照顾人,喜欢操心, 三,成人自我状态,A,表情放松,专注,自然,坦然,正视对方,语气平和,有耐心,不会让别人产生威胁感,对别人也毫无畏惧感 四,适应型儿童自我状态,AC,动视,听话,顺从,普从,随和,乖巧,或者相反,反叛型儿童自我状态,大叫,哭闹,咬指甲,尖叫,顶状和地上打滚 五,自由型儿童自我状态,FC,表情丰富,大笑,缺乏耐心,语气夸张,充满好奇和兴趣 以下是笔者在一篇介绍交互作用分析学的文章中看到的图表,很形象地罗列了五种自我状态生态语的线索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署名